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思見》 我身邊有詩詠青先生及C基金基金經理李浩德 兩位,上星期請了張濤 剖析虛擬貨幣投資價或前景 一個星期後,立即出現大跌 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政府出手 可能禁止內地的虛擬貨幣交易或發展 兩位,上星期提到政府很難禁止虛擬貨幣 除非關閉互聯網 實際上是否真的? 浩德,你怎樣看? 這次是調整 剛才提及過,其中一個主要的觸發點 是中國政府的立場 其實沒有改變立場 幾年前,中國政府已經說得很清楚 對於今日的貨幣有一定的保留 最新星期有多一個新聞 美國那邊 因為稅務關係 可能對這些虛擬貨幣 會有多一些監管 整體來說,對這件事很嚴重 這段時間,虛擬貨幣上升了很多 本身不是很受監管的資產或貨幣 所以在這段時間,風起雲湧的情況下 一跌的時間,大家會走得很嚴重 甚至乎,實際上,價錢在短短一日之內調整了三、四成 其實部分交易所都出現了 不能夠進行交易 可能想持續的,可能有顧問不及 即使有部分投資者,想七樓底入場 其實發覺,很多交易所未接觸過 未經驗過這麼大的波動 所以側面反映了,加密貨幣的交易 其實跟傳統交易所的發展,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風險,正如上集說過 其實就是要明白 因為沒有很多傳統政府或相關交易所的經驗去監管 所以是一個不同的領域 剛才你說要關掉互聯網 所以才能夠按到上集的問題 其實我認為不是這樣 我當時也有問過一個問題 令我覺得很奇怪 美國政府為何這麼久都不出手 去阻止這些非法幣 你不是法律准許,在當地流通的貨幣 你可以讓它作為交易的用途 這便搶了美金的作用 如果虛擬貨幣 比特幣成為世界通行,可以取代美元地位的貨幣 對美國的影響多大 所以我認為美國是遲早要出手的 是否在網上可以交易 就要關掉互聯網才可以做呢 不是的 只要政府說 做這件事是非法的 所有 正正當當做生意的人都不會 接受 資產做交易 大部分正規公司都不會接受 現在已經很少人接受 很少商業上接受 如果政府宣佈非法之後 更加沒有公司敢接受 我見PayPal還出來說 他們會繼續 如果美國政府宣佈非法 他們還敢說我們繼續 連你的公司都封閉 你敢對著鋼 所以不是說 要關掉互聯網 才可以停止 你用假銀紙行不行 他可以當你是假銀紙 所以我認為 升的時候 每個人看好 去買的時候 他不夠供應物升 但是因為他沒有本身的價值 亦都在流通上 接受他的人 還是相對少用到的地方 相對低 你沒有流通價值的字 沒有儲存價值 所以我認為 這是一個投機情況下 某一個時期 多人用到他才有的價值 是 遲些又多人出來 一康熱城 去搶的 就升回 但是長遠 政府是不會讓這種貨幣 取代法幣的價值 施先生 政府在美國 近來出現一個 論調 美國政府有機會 不可以維持2023加息的承諾 因為通脹預期 在美國 似乎不斷升溫 兩位 會否聯儲局被市場脅迫 可能是提早加息 甚至是收水或加息 浩德有什麼問題 今個月5月份 大家很關注的一點 美國上個月通脹 CPI 比市場預期高 4.5% 其中一個技術性的因素 因為去年基數比較低 所以可以突然去到4.5% 聯儲局覺得長期通脹是2% 就是他們的目標 4%大家覺得很高 而實際上 金融市場 已經開始慢慢 有些對預期有所調整 例如你參考一些 EURUSD FUTURES 境外美元的利率期貨 其實已經部分地 2022年 市場 真金板 已經的期貨 已經反映了 可能在明年 即2022年 下半年 下半年 已經開始加息 跟聯儲局之前說 2023 或是之前甚至移動到2024 其實似乎市場 開始不太 接受聯儲局的說法 蘇先生曾經提過 其實在這裡也說過不止一次 我說作為聯儲局 一早預測 一個這麼長時間的通脹 以及息口的走勢 其實不是很聰明的 市場 是要保持它的滑然性 如果一早就說定 被人覺得 你需要操控貨幣 美國經常說 人家操控貨幣 你現在 定死的價錢 其實你定 聯儲的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 控制通脹 以及維持 職位 就是因為市場會變動 你先要去夾住 要去透過加息 那些來控制的通脹 你現在早就定了 其實是很被動的 尤其現在的情況 我認為通脹 是相對難控制過之前 之前 2008年QE的時候 通脹沒什麼影響 但當時是貨幣政策的比重高 財政政策的比重低 財政政策就是政府 直接洗錢 直接派給人民 等它去洗錢 跟以前 錢在銀行系統流向資產市場 比例高一點 對消費物價影響 現在可能直接派給失業的人 現在不需要失業 都有人拿一份 所以美國 突然人民手上的錢 多了很多 這些錢 會使用出來 如果 疫情 很轉 有些錢 之前沒有用 可能報復性消費 就這樣一湧而出 另外 貿易戰 又加了關稅 關稅有一部分 又會轉嫁在物價上 有些生產 移回美國 移回美國又貴一點 不去便宜的中國生產 去其他地方 都會貴一點 另外,中國不會像2008年 配合美國金融政策 不賭你彈 不配合你 例如,對於要減牌 可能在生產成本上 提出減牌要求 你的成本又會增加 另外一個很大的因素 就是 中國的中產階級 上來之後 他們的消費能力 是大增的 中國現在吸引的地方 不止是生產能力 另外就是消費能力 世界上多了一大批 有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 對於物價的影響 一定存在 他們使用多了 他們吃牛肉多了 印牛奶多了 運動鞋多了 各方面都可以多了 所以,我認為這次 在美國大印銀紙下 商品價格上升的風險 相對大 當價格上升 聯儲局就說定了 如果升少少 不是長期 升的 它可以暫時不當它存在 不會因為 通脹升少少,它立即出手 它可能會說 現在升了4% 因為 之前的基數低 認為它不會持續 所以不出手 如果這種情況持續的話 不要說4% 3% 我相信 如果維持 3-4個月 聯儲局都有壓力 聯儲局不出手 市場 會改變它的預期 我擔心這次聯儲局 真的 要破了自己的承諾 即會食言 是的 如果參考最新一次 早幾天出的 4月份 聯儲局 意識的會議紀錄 其實有少少 開始和過往的時間 不同 過去十多個月 聯儲局每次出來 就好像讀稿 每次大家問它 會否加息 會否收稅 它都是 將這件事 淡化上市 但你見到這次聯儲局會議 其實他們都已經有部分的委員 英文他們說不是一個 而是幾個 A number of members 即他們的聯儲局委員 開始有部分 覺得真的要擔心一下 通脹的所謂upside risk 通脹是否 現在他們暫時覺得 都是可控 但有部分已經開始 開始說 如果不可控的情況下 聯儲局是否需要 想定多一些 應對 所以我覺得市場慢慢都開始 認真試一下 可能 未來第三季 未必會加息多大 他們不同的工具上高 會否比以往 沒有那麼順暢 即是聯儲局在食言之前 食言當然要聯儲局主席自己食言才有效 我想他們都會放聲氣 即是會讓那些 不是主席的member 沒有投票權 間中出聲 讓大家做 身理準備 我怕投資者 心理準備不速 所以在這裏提醒大家 很有機會等不到2023年 就加息 在未加息之前 他已經會放聲氣 一放聲氣 就會影響投資市場 例如有些股份可能會受益 銀行股息差大了 可能會受益 有些股份可能會成本上升 會受影響 具體要等號得俗 研究 我沒有看得很細緻 施生提早的警示 家庭觀眾 通脹方面可能會少 介薪 投資方面 要小心 可能下半年情況 起碼利息如果真的升 市場利息隨時升跌 對債券 有壓力 我們說到美國 中國 我們經常說世代交接 近這幾個月 企業家交接似乎快速 最新消息 自折跳動的張一鳴 都可能會退下來 加上拼多多 或之前的馬雲 內地是否 會出現一些反弄斷情況下 大企業都要開始緩和 David 說 過去半年 大家都很明顯 環繞著 一些比較大的科技或平台經濟公司 阿里巴巴的馬雲先生 拼多多的黃增 最近自折跳動的張一鳴等等 好像欠京東 暫時未有任何改動 似乎 這都是平台經濟公司 正常出現的現象 這幾個月 其中一個可能大家會明白 因為 這些平台經濟公司 科技公司 其實經過這幾年 一個多急劇的發展 其實他們的影響力 是真的大得 都很重要 當然 控制的資源都很多 對社會的影響力都很大 某程度 他們都一直開始變化 至於是否有政治壓力 我不清楚 大家更加關心 所謂創辦人 被所謂靈魂人物撤退後 對公司的企業營運會很大影響 第一,我有幾個小觀察 詩先生說的 大部份他們的交接 都是給現任的管理班子 甚至是給自己創辦人 剛才拼多多的創辦人 王珍做科學家 他交盤的都交給另一位創辦人 所以 暫時看到大的 科技企業的交盤 市場未至於太擔心 我自己只能夠說 不算很明白 因為 有些 交盤或退居 二線的人 年紀仍然很年輕 好像張一鳴 應該三十多歲 三十多、四十歲 對於企業家來說 其實這個仍然很年輕 他們是創辦人、公司的靈魂人物 不只是出了少許錢 別人幫助他打理那些人 所以 在這個時候下來 我自己就不算很理解 對於中國 企業發展 是好事 傳言說 是受到政治壓力 要下來 企業 一個社會要吸引 企業家去奮鬥 要他們肯去付出 真是代價不非 例如最近 有個 剛好 我們的行家在美國上市 如沒有多久 背鶴 背鶴的 創辦人 左輝剛好去世 如果你付出那麼多代價 創立了自己的事業 很快會 要下降 對於吸引企業發展 民間企業發展 不是一個 好的 景象 應該是 付出努力的 可以有所成果 亦可以繼續在自己 位置上 做下去 才是好的 如果不是 現在 什麼原因 我不知道 總之 企業家 沒有辦法在中國 自己開創的事業 都要中途交出來 我認為 不是一個 例如我做開生意的人 樂於見到的東西 你怎麼看 雖然你說 換班之後 現有管理層 管理 會否真是 構成對業務 甚至乎對股價的影響 我想 都要按個別公司去考慮 例如 之前說一些 大的平台經濟公司 由於他們的規模 都真是去到 很大 所以 其實大家都明白 很難說 靠一個半個人 去管理 他們是很多合夥人 所以大家對個別公司 最高的靈魂人物 增進來真正的影響 大家 感覺未必會那麼大 具體一點 好像杯殼 情況可能有少少不同 他沒有其他合夥人 主要靈魂人物 都是左先生 他的離開 其實對市場 是有少少 驚訝 大家有少少驚訝 雖然 因為身體情況 市場上 都有點 理解 他突然間離開了 可能對大家 都是有少少擔心 未來的交接 因為 他們都剛剛上市 一年 左右 可能市場 都不是太認識 一般投資者 不是太認識 除了 創辦人 蔵先生之外 其他高管 究竟他們以往 執行力 或者能力 或者其實本身的分工是怎樣 市場 這些情況 可能會有少少問號 不過 貝殼的情況 我覺得 不 令人單身 因為 左輝 蔵先生已經認識了很多年 認識了很多年 他最初 扮貝殼 沒有貝殼 那時的廉家 在北京開始的時候 都 來到香港 探訪 想跟中原 學習 交流一下 我們都帶他 在中原 看了一段 我都很開放的人 什麼都說了給他聽 當然 他們 清出於難 他們亦都是 我說為什麼不害怕呢 因為貝殼對我們的行業 他有很深入的觀察 有他自己的判斷 以及他不只是做 他是有理論水平的人 他是將自己的觀察 這個行業 在這個世代 可以有什麼角色扮演 有什麼功能 行業的 服務 哪裏有痛點 最需要改革在哪裏 怎樣去改革 透過流程的耕控 令到他的服務 可以達到 一定的水平 他是 全部有文字寫了 不是香港的做生意 無緣無故發財 發財 都不知道自己 為何發財 他是很清楚的 所以他下面的人 他下面也有一大批 職業經理人 可以幫他貫徹下去 所以我認為 他短期內不會出事 當然 失了一個這麼重要的靈魂人物 他以前的判斷 多正確也好 都是以前的情況 當社會有新的變化的時候 就要看新的接班人 是不是可以 有他的動差力 另外 江山代有財人出的 可能有新的競爭對手 以及貝殼的成功 無可避免 是吸引了很多資金 入來 原來做地產代理 都可以做到這麼大的 他實際上的市值有個時期 高過新鴻基 匯豐 現在都高 匯豐價錢跌的時候 比匯豐還要大 做Agent 沒有人想過會做到 所以一定吸引了很多人入來 現在我們在內地都遇到 一些新的人 不是做一些飯的 原來 可以 增長得這麼快 都入來 但是 你跟別人的美已經太遲了 你貝殼 或者是 左輝是成功地 顛覆了舊友的模式 它是引入互聯網 引入資本的功能 對原有的做法 差不多是 推翻重來 建立一個新體系 如果你要 打贏貝殼 你不能夠用貝殼的方式去打贏貝殼 一定要有新的革命才行 雖然主事人或者不同的大企業 都有些患奸的感覺 但似乎 大家亦相對樂觀一點 因為情況未必會短期的改變 我們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 不妨去網頁 或youtube頻道 多看資訊 我們下集再見